各位好 現在在針對輸出阻抗跟各位做個說明 輸出阻抗 像現在是看到的訊號 5伏特 上面也是5伏特 5mV5伏特 所以這個輸入這個輸出 它已經 有1000倍了 大概 2000倍啦 差不多 那 這個是 呃 就是第一級插動隊的輸出 所以 它跟它是反向 然後它 如果弄到5的話 5 這樣 差不多 所以它是10倍 第一級大概10倍左右 插動隊 然後 第二級 就 就 2250倍 就蠻大的 那 我們 這個是 像這樣的情況 所以它大概是5伏特多 這個5伏 8伏左右 那我們把負載接上去 就發現它變小了不少 受到一些干擾 那從這樣可以知道 就可以推算 從這比例就可以推算 輸出阻抗 那 理論上 輸出阻抗就是 這樣的觀念 這邊掛個負載 然後從掛了負載 掛負載之前 先量剛剛的結果 8伏特 掛了負載以後 大概剩 2伏特 那你就可以知道這個電阻 跟裡面看到的 電阻 相差的比例 算得出輸出阻抗 那這個輸出阻抗 因為我們剛剛是用100歐姆的啦 所以 這個輸出阻抗 看起來也是大於100歐姆 所以 對於我們的量測來說 也是略為的 不太足夠 就應該還要再改得更好一點 那輸入阻抗 剛剛 這拔起來 看輸入阻抗 那輸入阻抗 像剛剛給各位講 所以 如果我們要看的話 當然是理論上是 要接兩個訊號啦 那我們把這個 把一個 綠色的再接過來 像這樣 綠色的拿過來看 這個跟這個 這兩個理論上是差不多大 所以 這樣應該知道它 加這個10K 電阻 還算是 這兩個訊號 沒有什麼差 但是請注意喔 這個綠色的訊號是經過電阻之後的 它的偏壓點已經改變了 本來是 本來是中間的 它已經改變了 所以這個綠色的訊號改變 就讓這個藍色的偏的更上面 它已經5伏特的 再上去一點 它就頂到上面 所以如果我們 塞20K的話 塞20K它就頂得更高了 然後這個高度就已經快要到10伏特 就是 除非你的電路很大 不然它就是越偏越厲害 但是 這個綠色的就從本來在這 又上到更高的地方 那 所以 但是事實上 從幅度看起來 沒有太多差異 所以 已經可以 從這看得出來 你的輸入主抗 鐵定是比 這個10K 20K 20K 要大 一定的比例 可能大個10倍 那 但是 你如果要再塞電阻進去 你就會 量測的結果 就會影響很大 對你的電路 偏壓點就都歪掉了 那就不適合你 觀察 所以 輸入主抗 就 用這個 不要塞太大的電阻 用 估計 這個 大於 有沒有大於100K 歐姆 來作為 一個比較 那我們如果不要加 就會發現它可以調的 比較中間 回來這個位置 所以輸入主抗 訊號送進去的時候 就是 這邊加個串連電阻 不能太大 不能太大 不能超過10K 就是20K或10K 你看你這裡會不會跑動 那理論上這是這個 輸入主抗 還有輸出主抗 的補充 那至於共模 插模 還有爭議頻寬的成績 已經跟各位講 那希望各位注意 中頻的部分來觀察 這樣的現象 然後 就可以 把這些特性做好 然後再來 量測 那就是助教提醒的 在做針語頻寬機的時候 助教 也是覺得 也可以使用 這個 non-inverting的 做法 來實現 也可以 相對來說 這個 量測的條件 也 不錯 好 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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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